台湾渔船 在豪宅内报应招女王古董 台湾涉谈法官杨炳珍承认着急 台海资讯前沿两岸独家试点 欢迎收看由闽中吉祥林独家居民播出的东南卫视海峡新感线 我是詹诚 今天将由我和台北演播室的驻台观察员陈赫南 一起为大家带来海峡两岸的新鲜资讯 赫南 詹诚好 观众朋友好 我是陈赫南 在东南卫视台北演播室祝大家 晚上好 好的 我们来看新闻 在钓鱼岛事件风波建平之际 台湾亲律组织台湾安保协会 5号在台北举办了一场所谓美日安保同盟50年 与台湾安全国际研讨会 本场研讨会主轴是把美日军事同盟和台湾的所谓安全繁荣连接在一起 除了台立法机构负责任王金平之外 现场没有见到马英九当局官员和蓝营学者 蓝营和这场研讨会保持距离的用意十分明显 有评论认为 马英九当局和这场研讨会保持安全距离是明智之举 其主要原因当然是在两岸关系改善之后 此时无需吹捧美日安保同盟的作用和功能 马英九必须权衡全局 从两岸关系的角度来处理与美日的关系 另一据报道 台湾屏东东港籍渔船 风国168号5号在印度洋海域作业时 疑似遭到海盗挟持 海盗透过卫星电话要求赎金 船上共有台籍船长翁盛雄在内的14名船员 包括大陆籍船员两人 印尼籍五人 越南籍六人 据了解 风国168号是严绳调捕伪船 10月1号从毛里求斯出港作业 5号一整天失去联系 6号上午船东打电话 向台湾东港渔业电台报案 希望能得到援救 我们再来看台湾年底五都选举的消息 包括联合报 公共电视 中国时报等岛内多家媒体 为五都候选人筹办的五场电视辩论会 因为蓝绿协商没有交集 迟迟没有下文 5号又一场蓝绿协商破裂 辩论会形同破局 相关政治人物纷纷做出反应 进党 不同意媒体提问 国民党方面说 国民党始终希望纳入媒体提问 但如果瞧不拢 就让五都分别谈 但是民进党坚持不要媒体提问 又坚持五都一起谈 才让辩论破局 绿营则将矛头指向郝龙斌 说他早先就用行程不变的借口来搪塞 郝龙斌市长也提出来 就是说他有好几天可能是不行的 比如说他10月31号 他这个雨田松山要对飞 他不行 然后11月6号 花博要开幕 他不行 随后绿营说国民党变来变去 蔡英文在接受媒体访问时表示 两党先前协议就没有媒体提问 但是国民党五号在协商中推翻了过去的立场 是造成协商破裂的主要原因 民进党不接受媒体提问的原因 是希望由候选人交互结问 比较能够聚焦在大家攻防的议题上 民进党秘书长吴乃仁则是反问国民党 为什么不敢单挑 他还说是高手就单挑 B3才打群架 而郝农斌强调我们要求很简单 就是照过去所有辩论的模式 由媒体提问 不知道民进党为何顾虑 规避市民与媒体的监督 至于蔡英文批评蓝营变卦 国民党发言人苏俊斌反驳说 民进党说的完全不是事实 国民党始终主张媒体参与提问 比较能够反映民意和社会需求 下面我们马上来连线台北演播室 来听听台湾嘉宾都有怎样的观察 贺南 好张晨 那么今天来到我们演播厅的嘉宾是台湾时事评论员 李建南先生 李大哥好 贺南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那么我们现在知道 蓝绿之间的五都这场辩论 现在也是彻底的破裂了 那么从之前 蓝绿双方开始说要辩论 要协商 到后来破裂 打口水仗 民众的观感是什么 我想民众 其实在台湾真正 真正我们知道研究选举 90%的民众 都是在最后一两个礼拜 才会关心这件事情 那前面只是一些媒体人 跟一些政治评论 他会注意这个事情 那这个辩论在理论上是没有错 双方大家一个政策 有不同的意见 我们来真理越辩越明 大家讲清楚 让人民听出来 就说你对这个政策有没有用功 你有没有用心 然后你能不能做好这个政策 这是理论 但是实际上 我们在台湾有名的几场辩论来发现 通通是玩情绪 在这一次五读当中 我们知道民进党方面 基本上不提政见的 那他这样子的话 还有辩论的意义吗 他民进党 他在战略 我举例好了 现在有些媒体 要访问民进党的候选人 民进党候选人 有一个条件 不准谈两岸 那后来当时的主持人 为什么他不能谈两岸 他很难谈 因为他过去 他必须吸引他激进群众 他是要一昧反忠的 然后这个时候 你跟他谈两岸的时候 他也知道这个局势上 两岸必须要合作 所以他就是不提 后来政治又主持人问他 那我们不谈 那我们谈 你要发展地方 你如何招商 也不谈 因为招商一定是大陆 他又不敢谈 所以这个时候他就很清楚 所以他的政策他不提 从理论上来讲 辩论 关键就在互相的政见 他不谈政策 辩论有意义吗 在台湾的选举 真正关心政见的 也只有3%到5%的选民 大多数选民到最后 都是意识形态 所以他们也很吃定这一点 这一次在蓝绿争论的 一个焦点 就是这个辩论的形式 蓝军当时是提出 要纳入媒体提问的 这个部分 那绿营是马上反对 坚决的不要 并且提出强调 要交叉结问的辩论 那么这两种方式 他对于双方 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利弊 而且为什么双方 要坚持到最后破裂 因为第一个 蓝营的 他是需要理性的谈事情 那理性的谈 他希望有公正的人来提问 那公正的人 他就是媒体人 但是呢 绿营他希望什么 一个交互 一个交互责问 因为交互责问是为什么 交互责问就是说 就是说两方互相问 对 那没有第三者 那两方互相问的话 第一个我们来讲台北的话 苏贞商当律师的 那个律师的是很会狡辩的 那好龙民是老老实实实 那你在这个责问 那他不是就吃亏吗 那你在台北 来讲的话 就是说蔡英文也是学法律的 对 也是要他 那这个苏立人是学财税的 他学这个财政的 学经济的 他只能颁政策提数字 他在他经济上之后 那你这个时候 就是说你用交互责问的话 明白的人会知道 说你那个问题是不公道的 对 但是呢 民众的感觉 它只是一个情绪 所以蓝营很怕上这个当 所以蓝营坚持说 你要来媒体发文 但是呢 那个绿营呢 他就一个感觉 他就说不要 他这一次考虑到 他在考虑到 就是说一个打情绪上的话 对他会比较有利 不但要打一个情绪上 而是要整体的情绪要上 他整体情绪 然后呢 这个情绪又不让媒体 从中间冲淡掉 对 不能让理性的声音来发生意 辩论是要冷静的 对 但是呢 选举是要情绪性的 选举是要情绪性的 也就是因为这样子 然后最终蓝绿 才是这一次辩论的破裂 对 那么感谢李大哥 今天精彩的分析 接下来把时间还给福州 真诚 好的 谢谢李先生的点评 凡亚比台风吹乱了台湾的五都选战 原来猛攻蓝营 花风暴的民进党 在爆出陈局的睡觉门后 在国民党的反攻下 节节败退 台湾各家媒体 纷纷推出最新民调 台湾苹果日报的一份最新民调显示 苏贞昌民调受绿营救灾不利影响 大叔好龙兵12% 而在新北市长方面 台湾TVBS电视台的最新民调显示 国民党参选人朱立伦 目前以四成七的支持度 领先民进党候选人蔡英文的三成五 两人的差距扩大到12个百分点 凡亚比台风侵袭时 造成高雄县市严重淹水 高雄市长陈局承认在919台风当天下午 曾回到官邸休息引发争议 今天上午 国民党高雄市议员王林娇率领里长到法院 按领控告陈局独职及伪造文书 针对919风在当天 高雄市长陈局还回到官邸休息 引发负面观感 就有蓝颖议员率领里长 怒告陈局堵职 陈局本人低调回忆 之后却又竞选总部发言人炮火回击 就连杨秋新阵营上午也派人到地月暗铃 告的是陈局青年军在网路上散发黑函 网民的事情都交由网民之行来决定论断 所以他们这样子有根据的说法 却遭受到这样一个政治高压的攻击 现在要进行司法的这样一个追溯 我们感到非常的遗憾 竞选团队看起来似乎维持陈局形象 好话总是让市长先说 后头再由竞选总部人员补上一枪 选情白乐化 不只蓝营告陈局 习日同志也跟着出手提告 由于接近台湾年底五都选举 外界一度猜测 人在看守所的陈水扁有被释放的可能 但是边家人这次又失望了 据台湾媒体报道 台高院一号上午召开掩押亭 法官才是 掩押与否将在日后以书面的形式通知外界 今天下午裁定结果出炉 陈水扁延长积压两个月 法官还是认为 陈水扁面临有期徒刑20年以上的重罪 有逃亡之余 因此判定继续积压 好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稍后回来继续新闻 台移民部门破获高级应召集团 买春客几乎都是岛内政商名流 台北知名豪宅地保呈卖营地点 在豪宅内报应召女玩古董 台湾涉谈法官杨炳珍承认召集 好的 欢迎回来继续关注东南卫视海峡新概念 台移民部门破获高级应召集团 发现其中的买春客几乎都是政商名流 而台北市知名豪宅被评为亚洲十大豪宅之一的地保大厦 竟然也成为卖营的地点 这些来自地保的买春客们担心被警方查及 因此每次新交易的地方干脆就选在门禁森严的住家 为了让卖营女子方便进出 还有熟客大方赠送门禁卡 白色短衣搭配小热裤 穿着高跟鞋的卖营女子小可走起路来阿娜多姿 刚从住处出门准备做生意的她 是卖营集团当家红牌 生意好到经常出入五星级饭店和高级住宅 安全 然后小姐可能就 因为她们是属于那种宅配的方式 到府服务 所以说基本上她们的生意是不差 从卖营集团做的葬册表来看 D代表的就是高级住宅地宝 门禁森严的地宝 朴客为了方便卖营女子进出 还主动附责门禁卡 让她们一个月进出地宝四次 地宝简直沦陷为卖营天堂 从卖营集团专做高档生意 交易地点也不逊色 葬册上的军和气 分别代表五星级的军月饭店和远季饭店 也有他们的踪迹 不仅如此 这个集团规定旗下的小姐身高必须170公分以上 年纪25岁以下 虽然每次印招的价格8000起跳 却有客人大手笔一次给2万 专挑上流社会 这回地宝被查出成为印招的地点 由于里头的住户背负极贵 到底还有谁在花名单内 引发外界关注 无独有偶 才卷入台湾司法官集体收贿弊案的 台高等法院前法官杨炳珍 6号也被爆出 不仅每周买春频率高 进行性交易的地点也是分奢华 可以说是左拥古董 又用印招女 据台湾媒体报道 台高等法院前法官杨炳珍 因政绩项目被监听 录到了招记证据 警方早就已经紧盯 没想到这次因为警方的专项猎捕行动 意外的让她成为焦点 她本人也已坦诚招记 杨炳珍性交易的地点 多选在人爱红喜豪宅内 豪宅内有她收藏的大量古董 根据印招女郎描述 杨炳珍是她接触客人当中最有品位的 是所谓的百年难得一见的顾客 为了炫耀收藏品 杨炳珍会带印招女郎到豪宅内的 读书楼参观古玩与印招女闲聊 并在读书楼旁摆设的床铺 进行特殊享受 根据印招女郎的说法 杨炳珍每周约招记一到两次 每次花费两万四千元新台币 喜好皮肤白皙的印招女郎 据说杨炳珍很高调 曾经扬言说 我在法院做事 有什么事可以来高院找我 接下来我们进入今日连接环节 了解一下今天台湾媒体的相关报道和评论 贺南 好的 詹诚 今天是10月7号 也是这一次十一长假的最后一天 那么今天台湾的经济日报 头版就跟十一的长假有关系 十一长假效应面板价谈生 那么文章表示 大陆在十一期间 采电的销售优于预期 那么岛内台湾计算机面板 也要首度出现了这样一个止跌的信号 那么另一方面 电视面板的价格跌幅 也出现了一个趋缓的情况 那么在平板计算机的需求 这样一个推升之下 岛内中小尺寸的小笔垫面板 也是率先进行了上涨 那么涨幅达到了3% 那么说了这么多的数据 简单来说 就是这一天报道小标题里面所说的 岛内的面板页 本季度的获利是看好的 另一方面 我们来看今天联合报 同样也关注了经济方面的消息 那么在头版台币暴冲进五角 台所谓央行出手 那么这篇文章就表示说 境外热钱的大幅拉台 在6号就是昨天 新台币对美元的汇率 一度是飙涨了五角钱 那么就有分析人士认为 马英九上任以后 这样一个最高价30.219元的 马英九房线一定会被生破的 另一方面 我们来看一下 五都方面的消息 在昨天发生了这样PTT的事件 先不说网站删账号 以及毁灭证据 是不是有所谓的政治黑手的介入 我们单来看这样一句 杨秋新说谎抓到了 马上就把民众的一个思绪 拉回到了上一次的高雄市长选举 今天联合报的一篇评论 从黄俊英到杨秋新 那么当年同样也是这样一句 黄俊英会选抓到了 那么接下来就发生了著名 甚至说相当著名的走路工事件 那么这篇文章就表示 走路工事件可谓是台湾选举史上 与319枪击案和吴敦义录音带同类的 这文章认为是最卑鄙的操作之一 那么当年是由陈菊的竞选团队 亲身出面召开记者会 而今天同样的手法 却是由陈菊的网军 在网络上面进行操弄 那么文章还认为 这两句话所用的语法完全一样 就好似是复制粘贴一般 我们来看 黄俊英会选抓到了 杨秋新说谎抓到了 完全一样 那么由此可见 陈菊阵营对上一次黄俊英的事件的操作 完全没有反省之意 甚至还大有把这一招当作招牌菜 来卖弄的嫌疑 那么也有文章要提醒 就是说有志的青年参政者 要时时的彼此互相提醒 不要沦落成为别人廉价的选举打手 那么应该以年轻人多元的视野和生活经验 来丰富选举文化的政治内涵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 台湾平面媒体重点关注和报道 接下来把时间还给福州 张晨 好的谢谢贺南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广告之后继续新闻 台当局称将紧速开放大陆游客自由行 商务行程优先 现税官司败诉 台湾名模林志玲被判需补税684万新贷币 将期内容稍后送上 好的欢迎继续收看东南卫视海峡新贷线 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吴敦义6号表示 将紧速开放大陆游客赴台自由行 并优先开放以商务行程为主的商务人员自由行 台湾工商建言会6号与吴敦义等官员举行早餐会 与会人士在会后转述吴敦义的话说 将会开放大陆游客自由行 并优先开放商务客自由行 不过台湾对陆客自由行的接待能量也有待考验 台当局交通部门则以书面资料回答工商建言会对陆客自由行的疑问 表示陆客自由行入境停留时间以15天为限 在现有商务邀访的架构下 应在进一步简化入境流程 以增加大陆商务客来台数量 并建议未来陆客自由行的协商中 将以商务旅客为优先实施对象 台湾南投日月坛是大陆游客在台湾的闭游景点 光是今年1到8月就有近80万名大陆游客造访 但日月坛周遭有近百家餐厅 大家要怎么分这杯羹呢 除了和旅行社合作 也有餐厅业者是靠着客制化的服务抢市场 我们就来看看业者是如何以速度和口味来抢商机的 不到12点餐厅里已经坐满大陆旅客 一坐定位菜就上桌 听说叫焦白 笋吧 这一间餐厅端出整只美人腿 地方特产入菜 抓准陆客对台湾农产的好奇感 但一样是角白笋 普里另外一间餐厅主厨有不同做法 热油炒绍腥香肠 再加进切块的角白笋 重油重咸又重辣 这是为陆客研发的新口味 因为主厨发现陆客不爱吃冷盘 在有限时间内 厨师不断分工再组合 连烹调方式都大大不同 大火快炒争取每分每秒 餐厅抢赚人民币 引客人要求不断缩短上菜时间 陆客进门从第一到第十道菜完全上桌 最快只要五分钟 就是很快 然后就全部都上来了 然后不用说这个这个 因为团餐总归是大家都抢一道菜嘛 抓准时间就能抢赚人民币 除此之外 主厨说还得一一掌握各省份陆客的口味 你好 做得有点大 有点清淡 为了这个大陆团 我那个辣椒 去年我用了三百斤不够 今年不够用 这样的容器装寿司的 这是大陆团 都变得大了十倍 对 陆客重口味餐厅自行研发快速调味油 将红葱洋葱和青葱提炼 有了这个三葱油炒菜不怕再被咸煤入味 他们是要大量的 稍微要三次 业者说没有陆客食 周间他们只能苦等客人上门 但今年一到八月 日月谈陆客人数将近八十万 其中到普里京都和四季餐厅用餐的陆客总数就超过十万人 占了八分之一 虽然平均每人用餐预算只在一百五到三百元之间 利润不高 但业者认为只要抓住陆客 等于稳稳抓住非假日的业绩 加上陆客用餐速度快 至少都能翻两桌 餐厅抢赚人民币 随着陆客人数增加 业绩也越滚越高 更多新闻再带你来 看一出简讯 一张小小的蓝色便利贴 开启一段精彩的动画创举 红蓝黄绿各色的便利贴 在墙上变化出各式各样的文字图案 这是25岁台义大研究生刘邦耀去年的作品 被美国时代杂志选为2009年十大网络一天 这回他想替忙碌经常要用便利贴 来提醒事情的上班族 完成到世界各地旅游的梦想 把便利贴拟人化 变成小指人环游世界 台湾第一名模林志玲涉嫌报税不实 遭台税务部门要求补税 及罚金近千万元新台币 台高等行政法院7号宣判 认定林志玲虽然没有逃税恶意 可以免缴罚金 但是仍然需要补足欠税 684万元新台币 林志玲仍不在台湾 没有道庭 林志玲的母亲表示 还会继续上诉 南台科技大学电机工程系的女学生 研发出了一种 艰巨时尚及防抢功能的防抢包 百徒飞车打劫 抢走的只是背弹而已 而包包还牢牢的扣在腰尽 这是真的吗 原来这个包暗藏玄机 背带是用魔鬼毡粘粘在包包上 而这包包还设计有可以伸缩的钓鱼线扣环 当歹徒扯掉背带的时候 包包就牢牢的环扣在主人身上 前一阵子那个抢匪 就是飞车抢劫的案子很多 在新闻上一直看到 然后女孩子常常受伤 所以就想做这个顺利 这个被拉扯的话也不用怕 这样的包包是对女生的 就人身安全其实是比较有保障的 下面我们再来连线台北演播室 贺南你在台北还有其他讯息 要跟我们分享的吗 好的干承 那么在节目的最后要给大家介绍一位 台湾的作家 他叫做黄鸿城 那么在过去他花了两年零四十三天 亲吻了台湾三百一十九个乡镇 那么同时搜集了三百一十九个乡镇的泥土 来组成了台湾地图 那么黄鸿城他表示说 过去自己台湾是要推销自己的书 推广自己的成功学 但是没想到这样亲吻土地的动作 受到大家的关注 那么他表示 希望这样亲吻土地的动作 能够成为一个世界性的语言 来表达大家对于地球最大的爱护之意 那么黄鸿城现在最新的一个计划 则是到大陆去亲吻三十一个省区 一百个城市 以及一百个名人雇居 那么他也表示 希望这样实际的动作 来落实两岸和平的诉求 那么他的这一项规划 预计最快在明年年初就可以成行 那么今天是十月七号 也是十一长假的最后一天 希望电视机前的您收拾好心情 来迎接明天全新的工作 好的 以上就是今天台北演播室的全部资讯 感谢您的收看 赞成 好 谢谢河南 下面我们来进一段广告 好的 今天的海峡新干线节目 到这儿就结束了 如果您想和我们主持人 有更多交流 可以登陆我们的新浪微博 更多两个资讯 欢迎锁定东南卫视 每天中午十二点整播出的 海峡五报 我是詹辰 我们明天再会